開放消防組工會 加速改革指訓職 好幾名先義消防員 上午集結凱鬥抗議 對屏東工廠大火通決訓職 心中除了悲痛 更希望政府能重視 讓消防員組織工會 講了多少次 你的救災 你的指揮體力 這些訴求 我們這十年前講了多少次 所以我們認為要改變 訓職換改革的狀況 就請消防員立刻開放組工會 主要訴求除了人力不足 和工時太長一直以來的問題外 最希望能和一般的勞工一樣 適用職案法 我們個人不管是從內部管道 還是向外求援 反應問題提供方案 總是被機關以各種理由 和職權壓迫 給閹割和回絕 亮出近十年來 43名去職消防員的名單 包含像是高雄七報 造成五名消防員 兩名一艘殉職 另外在104年桃園新屋保齡球館 還有107年的桃園進棚大火 都各造成六名的消防隊員身亡 而張獲的橋遊旅館 泰山的家具倉庫 也都造成消防員的身亡 在看到消防署的統計 全台消防服務人Coby 前三高在高雄 台中 新北 一名消防員要服務超過1600人 而台北 桃園 和這次火警地點屏東 比例則是1比1300多 只有在里島 花東和嘉義市 服務人口比才少於1000 坦言現在消防員的工作量 已經不堪負荷 工作效率不如以往 等於進一步影響到民眾的安全 這回站上凱道發聲 希望政府能聽聽他們的聲音 真的不希望再有人殉職 才能換來改革